五月天高人氣辦世界巡演上海連唱八場 卻被中國博主質疑假唱 相信音樂官方微博發聲明 澄清會積極配合調查工作 絕對不存在任何假唱行為 主唱阿信相對低調 將近兩天時間才打破沉默 社群分享公司貼文 並標註五月天官方帳號 邀請全民七號同步收看巴黎場直播 完全不擔心被公開檢視 冠幼十七歲女兒則附上兩個愛心 用行動為爸爸應援 而相信音樂旗下歌手叮噹發文 一起見證五月天無庸置疑的現場魅力 劉若瑩隔空喊話點歌 陳啟貞也轉發力挺 相關文章全部登上微博熱搜 引起中國網友熱議 起碼我鑑定的這個五月三十一號鳥寮場 大部分是假的中間的一小部分 和結尾的一小部分是真 假唱風波持續發酵 根據中國娛樂頻道報導 知名樂評人郭志凱分析 五月天演唱會粗算一場唱三十首 八天計算就超過兩百首 的確相當耗體力也很不合理 對此中國官方介入 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執法總隊 將進行科學測評分析 並公開調查結果 三立新聞李文珊參加宣 台北報導 周公開 公開 公開 感谢观看